昨天印度一架波音737客机着陆的时候发生了事故 折成了两段 导致机上17人遇难 今天我就看了一下新闻 发现这架飞机是着陆的时候没有停下来 冲出了跑道 那么飞机会在什么情况下停不下来呢 今天我就来讲讲飞机落地之后 是怎么样减速停下来的 飞机需要有一定的速度才能够保持飞行 而在着陆的时候 飞机的这个速度必须要大于这个飞机能够保持飞行的最低速度 比如说波音737或者空客320这样的飞机 最低速度要保持在每小时200多公里以上 如果是战斗机的话 更快可以达到300公里每小时左右 让这么大这么重的东西尽可能快的停下来 需要各种各样的手段 我们首先能够想到的就是刹车 飞机上面的刹车其实跟汽车上面没有本质区别 就是力量会更大一些 而且就像汽车一样 飞机上的刹车很多也配有类似于ABS的防爆死系统 不让刹车压力过大去脱胎 一方面减少轮胎磨损 另外一方面保持机身滑跑时的稳定 就拿尖气来说 它的刹车上面有一个传感器 一旦感应到轮子不转了 就会立刻松开刹车 防止脱胎 即便是这个样子 飞机依然需要很长的距离去停下来 所以说还需要有别的减速方式 比方说减速板 减速板可以是专用的 比方说苏27系列飞机背上的那个 也可以是用别的气动多面来坚持 比方说有一些现代化的战斗机可以让金负翼和尾翼配合去偏转 实现减速的目的 而我们平时最常见的客机机上面的这个扰流板 既可以用作滚转方向的控制 也可以在着陆的那一刹那竖起来减速用 当然了还有一种利用气动阻力来减速的方式 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减速伞 在战斗机上非常常见 用了减速伞之后可以大大减少降落距离 让飞机可以在更多的跑道上去着陆 当然了这个伞着陆之后得由地勤捡回来 再安装到飞机上面去 所以对于客机来说这就太麻烦了 你想民用机场那么繁忙 有时候不到一分钟就起降一架飞机 减速伞扔的哪哪都是 多么不方便 地勤捡回来你再装到飞机上面 这个飞机就肯定得延误这么长时间 旅客肯定得骂街 那万一捡错了捡成别人 那不就更耽误事了对不对 所以说大部分客机上面是不安装减速伞的 有了刹车和气动减速 那对于小型飞机基本上就够用了 但是对于大型飞机而言 因为它们都比较重 惯性比较大 所以说大部分大型飞机的发动机上面 还有倒挡 也就是发动机反推 对于涡喷或者涡扇发动机而言 发动机反推会使用各种各样的机构 把气流打一下折到前面去 这就相当于是往前去喷气了 那对于螺旋桨飞机而言 可以将螺旋桨的角度去反调 我们叫做打反桨 这样子的话 虽然螺旋桨的旋转方向不变 但是吹气的方向就变化了 这个话题我去年讲过 当时就有人问我 为啥不让发动机去反着转呢 这个一方面 发动机的一个转子惯性太大了 你要让它停下来 然后再反向开始转 转到足够高的速度 早就来不及了 另外一方面 发动机它在设计的时候 它就只能一个方向去转动 如果你再给它加上一个像汽车一样的变速箱 加个倒档 让它反着转 机械上非常的复杂 远不如打反桨 或者说偏折气流来的方便 所以飞机降落之后 减速的方式主要就是 刹车 反推 减速板 或者减速散 那么飞机在什么情况下 会停不下来 冲出跑道呢 首先啊 就是这些减速设备 有可能就不好使了 对不对 刹车不好用了呀 或者反推打不开了呀 等等 另外啊 飞机着陆之后停下来的这个距离 还与天气有很大的原因 比方说在雨雪天气下 湿滑的跑道 就会让飞机的刹车作用大大下降 甚至说彻底失去作用 着陆滑跑距离就会长倍的增加 不仅如此啊 飞机在这种条件下的方向控制能力 也会下降 很容易飘移 侧翻 这种非常危险 除此之外 飞机着陆时的速度啊 还与它这时的重量有关 这个是空客A320的最小可选速度表 感谢高山机长送我的表 着陆速度必须大于它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 飞机从40吨到80吨不等 最小速度也从110多节到150多节不等 里外里能差出70多公里每小时 速度越大 着陆所需的跑道也就越长 还有啊 如果天气不好 跑道看不清的话 飞行员就容易操作不当 如果着陆落点离跑道头太远 那是不是就给飞机减速的距离就变短了呢 这也有可能导致飞机冲出跑道 总之啊天气原因飞机本身的原因 飞行员的原因也可能导致飞机冲出跑道 目前没有资料显示这架飞机在降落前报告过故障 所以说我认为啊 天气和飞行员的原因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而且印度界它有冲出跑道的习惯 而2019年的时候 印度曾经四天连续四架飞机冲出跑道 这是为啥呢 我分析的原因就是啊 他们比较喜欢盲目蛮干 在此啊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咱们中国民航总局给飞行员们规定的54字真言 总结起来叫做八该一反对 八该就是该复飞的复飞 该穿云的穿云 该返航的返航 该备降的备降 该绕飞的绕飞 该等待的等待 该提醒的提醒 该动手的动手 而这一反对呢正是反对盲目蛮干 手中握着上百人的性命 握着自己家里的幸福 每一次起降 哪怕是有那么一点点拿捏不住啊 都应该想想是否有更加稳妥的处理方式 就拿这次印度的事故来说啊 当飞行员觉得目前的天气情况不太好的时候 那么他的思路应该是 我要背降到其他的机场 或者是盘旋等一下天气等等 而不是我落一个试试 这一试没准就会试出问题 航线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广大飞行员兄弟姐妹们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 八该一反对 一定要记牢 我是狗盛 带给你银河有趣的航空连知识 点赞加关注 就可以下课了